刚刚是逐一逐一输入乘乘7 但如果说我今天不要逐一逐一输入乘7 我希望就是如果外部有一个档案 我要把它汇进来 直接汇到哪里呢?汇到串列里面 做计算 那比如说我今天举个例子 我今天直接在sr source上面按右键 new一个file 这个file的话呢 也许我名称假设取一个ch好了 ch.tst 比如说是什么 国文成绩 按finish 那我们等于是在这个根目底下建的一个文字档 那这个文字档假设啦 里面你就输入一些成绩吧 98分第1个人 第2个人是这个分数第3个人 你就大概自己输入一些成绩上去吧 中间的请各位就是用那个逗点加 当成那个分格符号 就有点像是你已经从外部汇一些 这个资料到哪里要把它存一下 汇入到哪里汇入到这边这个档 也就是这边里面有一个档案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什么呢 希望把这个文字档的里面的成绩怎么样 就直接干脆帮我放进来就好了 我就不用一个个慢慢填了嘛 因为一般工作里面 大部分都是已经做好了 你不要说那边慢慢涂拔 那边慢慢敲 这太要浪费时间了 最好是整批就进来 直接计算完就有个报表出现 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 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TST档 所以我刚刚按右键 New your file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建 成绩自己输入 多寡自己再决定 那可是问题来 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边改一下 改什么 改就读档 读到哪里呢 读到这个scope里面去 那也就不用 回圈自己一直输入了 可是我要怎么去 把 这一个文字档案里面的资料 读到这个scope里面来呢 首先的话 我的习惯是先把这个 这个模组先复制好了 我把它复制贴一个好了 贴一个叫 输入 练习题输入成绩2 那我在做的话 直接在这边好了 我保留旧的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1个 我先把底下的 这些程式先注解掉好了 因为我等一下会用到 我先把它注解 Enter一下 这边 如果我要读取这个档案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读档 其实在Python里面非常简单 它程式真的就只有一行 它就读进来了 那这个很简单 第1个就是你先产生一个 物件 叫 档案物件 名称一般习惯用F F等于什么 它有个 有个方法叫做open 所以很简单 开档嘛 叫open 那写档顾名字就是 write OK 一个open 一个write 一个write 一个开 一个写 然后呢 但是你要open 你要告诉它什么 你的档案的名 档案名称 ch.tst 好了 类似像这样 那我们这个名称在这边 因为它是放在同一个资料夹 所以 我们采取是相对路径 那未来如果说它是绝对路径 比如说它在第一点底下的什么位置 你就是再 叙述给它就可以 逗点之后第二个参数 基本上你读档基本上会有两个参数 那第三个参数可能会需要啦 就是那个编码方式 有的时候如果不是utl8 你可能要让它知道是不是utl8 这一题因为我们编码方式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先 再来到第二个 第二个参数你就跟它讲说 我要开启open 第一个是档案位置 第二个是读档模式 读档模式的话 通常就是r 就读取 那另外当然有a模式 a模式后面讲 a的话 就是append 就是 你可以append到档案后面 反正这个模式后面 我们会再提到 然后呢 开档之后的话 接下来它就把这个档案 先读到这个f 物件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里面的资料 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的话 我前面再加一个变数s s 等于什么呢 利用f 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做帮我读一行 读一行的话 就是read 加一个readline 小瓜糊 顾名思义嘛 readline 就是读 这个档案里面的第一行 另外的话 如果因为刚好这个档案里面 就真的就一行 如果未来呢 假设说这个档案里面有很多行的话 你就叫readlice 就读很多行 因为它蛮直接 而且我觉得Python里面还蛮多地方还蛮有趣的 如果你要读一行就单数 如果你要读很多行加一个s就好了 很多那种 它那个方学名称取得还蛮妙的 另外如果你 不是读一行 你要全部读取的话 就是什么 就read就可以了 read就是read all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个 档案物件里面 大概你只要记得这三个方法 几乎就够用了 就非常够用了 应该可以记得吧 读 很多行 读一行就是read read一行 rely ok 但是特别注意 readlice 它读一行的话 它就会把它读进来是一个字串 但rely时因为很多行 它读进来就是一个串列 rely时全部读 它就全部读进来 也是一个字串 就对了 当然 我们就可以试着怎么样 先把它print出来 看看ok 有没有成功 所以print什么 prints 把它print出来 看看里面的成绩是不是 已经帮我们读进来 有没有 print出来 就ok了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只有读进来是一个字串 那你如果字串 要拿它来用的话 还是很麻烦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在串列里面 所以呢 我要怎么样把这一个字串 变成一个串列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地方 可能会需要用到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字串的一个切割的方法 也就split 好像在那个java里面也有 很多 这个语言都有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切割的结果 放在scope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在前面加一个scope 等于 其实你不用加空字串 因为切割完过来就是一个串列 所以你不需要说我先加一个空字串 然后再丢不用 你就直接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s 就是点 里面的话用一个splitter Splitter的切割 这个切割有点像那个 Excel里面的资料剖析啦 不知道各位没用过 是要把它剖开来 刮户里面你告诉他说 我要剖析根据什么 根据豆点的部分 OK 豆点 特别需要 里面是不是豆点 对 他就帮你把它切割开来 并且放在这个串列里面 所以我们把它print出来看看 这个scope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成功的被我们 给输出 我们把它print一下看一下 OKprint你会发 这里面的话 他就 被切割 并且逐一逐一个放在串列里面 那放在串列里面就好解决 因为 刚刚呢 是逐个逐个输入 现在呢 是从外部读进来就是一个串列 那你就不用再输入了嘛 可是呢有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哪个地方 就是 这个输入的东西 因为经过splitter 它会是自串 那刚刚我们 输入的是 数字 所以是不同的形态 所以如果你要做 累加的话 可能会发生错误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之后底下的东西就好搞定了 有没有 这个地方就不用回圈了 所以 等一下这个 这个底下可以 可以把它再恢复 如果我一样要看到结果的话 那这个不用了 这个 这个等于是多的 所以因为上面已经产生了嘛 这个也不用了 Inscore好像也不用 Total要 这个也许你可以把它注解掉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读档部分 应该可以 可以记得起来吧 所以 请你先在根目的底下 按右键 新增一个file file名称 我是取ch.tst 也许是比如说国文成绩 那你可以把它输入上去 然后再来做什么 做 读档 然后切割 切割到串列就完成 程式基本上没几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 Python这个读档这部分真的是还蛮方便的 而且非常好记 你也不用特别背 蛮知觉的 感觉好像就是 很口语化的 你要做 读档动作 真的蛮 蛮旧熟的 所以 有的时候你要大量的去 读取外部的档案 只要 指定一个目录全部都读进来 所以有些档案合并 两下就全部合并完成 跑个回圈 全部就合并完成了 以前的话 可能你要写一堆程式 现在完全不用 非常的简便 这个后面我会再跟各位讲 比如说你有一堆的档案 你要把它合并成一个 这个方法 再配合一个回圈 就搞定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那个 外部读取 档案的部分 先练习 读档很简单 写档一样简单 把Open改成Right 就可以了 它就写出去了 OK 好 好